今天挖鸡来了啊 开始挖甲鱼了 心里甲鱼它的淤泥 看看怎么挖啊 到时候把这个路也修一修 整理一下 挖鸡要试一下路 看能下不 淤泥有点深 这里好一点 你往里面走就有点深 先把水拦截一下哈 看看这师傅如何操作哈 估计要过两三天了 那边深这边还好一点 你看这有没有甲鱼哈 里面好多甲鱼啊 看完了甲鱼不 我要好好盯着 看你们甲鱼跑出来 甲鱼汤开始挖了哈 鱼泥太深了啊 不清一下鱼泥的话 他养什么都不好养 7月1年哈 山里面冲要的 黄泥土啊 把鱼汤填这么多 四五十公分 今天好好的整理一下哈 然后在那边 留一个四分之一的位置 对一条提拔 然后把山里面的洪水啊 绕开哈 甲鱼汤的水可以绕开 半一堂的就绕不开了哈 把甲鱼汤好好搞一下 今年再好好养一下甲鱼哈 这挖鱼汤我现在要再踢路啊 不然根本下不去 鱼太深了 前面好像有一条鲶鱼 看一下 有点 有点 一条两斤的粘鱼 要挖掉将近七八十公分后的鱼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甲鱼的你看这么厚的鱼你去看一下都是鱼泥 怎么没甲鱼出来啊 没甲鱼啊 按道理挖鸡经厂就应该能够挖到一些甲鱼 我老板来我老板来试着工作来了 跑光了就把甲鱼到下面的鱼汤 上面的鱼汤估计没什么甲鱼 下面的鱼汤晒一下也挖一下挖甲鱼 你出钱的你出钱就往上面挖鱼汤 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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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一只 用这些硬土去背个霸 这个土腰要运两下 跟这对提拔结起来 整理一下 今年再创辉煌 挖鸡师傅又挖到一只 给我弄上来了 又回本一只 看看今天能挖到几只 这是第二只了 这指甲好尖 这甲鱼的指甲 下去 很活跃你看 你看那一堆 你看那一堆 真的是墨鸡 你想饿死吗 你想饿死瓦迪师傅 爸也去忙了 不是 爸去干嘛 好像去山上砍树 我给你弄房子 那个顶上的树 我现在抽时间砍 走走 爸回来就没饭吃 等了 就叫挖迪师傅吃快餐 炒了四个菜 自己懒了不愿意做 猪大肠 肉末茄子 这是啥 这是鱼 挺好的 很丰盛的 鸭子嘴巴 先吃饭 挖迪师傅来了 这有啤酒 喝吧 你啤酒 我也不喝酒 挖迪师傅不喝酒 只干饭 只干饭 我没一两盒饭 这不是酒 不喝酒 吃饭 吃饭 你一直不喝酒 他心情好吃 喝一点白的 喝起来喝了人死 不喝酒 不喝酒 这我吃不完 不喝酒 那你走一次 刚刚的咱们有放眼影 熊 不然 他腻了 不管是不远 我三六五门 哈哈哈 军事伍